我们发现在我们至今的校园中有许多通胀的儿童 他们的听力不是很好,口语表达也很弱 尤其在英语方面更是差强人意 于是我们便想要协助他们 我们决定要制作一个英文其实很简单的活动来帮助他们 让他们在英文的学习上可以更好 为了让他们的英文变得更好 我们从中小学生必学的英语句型与词语里面 挑选出了13组英语句型 像是What day is today? Are you finished? 像我们录音的时候就会这样说 What color is it? It's red It's orange It's yellow It's green It's blue It's purple It's black It's white 以上是我们所录制的影片 有没有很简单呢? 其实我们在录制的时候 讲话要讲得非常的清楚 而且每个音节都要发音发得很准确 而且在录制句子的时候 每个语气都要尽量地表达出来 希望透过这个活动 让他们都能够学习好英文 并会喜欢我们这个教材 我们制作的配合13个英文巨语的英文齿台配对游戏 首先要把所有的齿台盖起来 老师会先出一个中文的提示 这是什么颜色 然后我们有三次的翻牌经文 第一次 反倒的是 Where is the pet? How old are you? 但是没关系 还有第三次经文 What color is it? 跟这个题目符合 所以就配对成功 我们希望透过这个游戏 让音障声他们把英文的剧情 和中文的意思配对起来 让他们的英文程度能更进步 这是我们大概听这样 跟音障声的活动 现在我们录音的时候 就会这样说 What color is it? It's red It's orange It's yellow 做了这个活动之后 我发现听上生他们会不喜欢英文 是因为他们听不清楚老师在说什么 所以就渐渐的讨厌 不想要去上课了 所以我们觉得 其实如果多用一些互动的方式 用一些游戏 或者是讲话放慢 讲大声一点 或许就可以让他们有兴趣 可以来学习这门课程 让他们学习的比较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因为很少 在相机的一个小小时 解决吗?